大家好,我是兰花又一看 这期视频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我们不脱盆,怎么给这个兰花分苗 因为如果我们一直不脱盆的话 看,看得清楚吗 看我这个地方就一个老苗 它在盆内就已经退草了 我把这个老叶子也剪掉了 像这样一个老头就浪费了 因为它如果一直和这些新苗在一起的话 它是不会发芽的 现在这儿还有一个老苗 还有一个老苗,如果我们要脱盆期呢 这个春天这个芽子正起的时候 我还不想这个影响这个芽子生长 这样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个盆内切的方法 在盆里面把这一株单独的切下来 然后不用脱盆 让它继续在这个盆里生长 这个兰花的老苗子只有切单才会发苗 不切单的话 它就一直会供给这个新苗养分啊 它是不会再来芽的 别向我学啊,我没找着夹子 我就向给它弄一下 这样会烧兰花叶子的,别跟我学这个 下面我就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得清楚吗 我们先拿着这个炉头 然后捏着这边这个炉头 我们先这样左右的摇一摇 摇一摇 是左右啊 不要这个这样前后这样硬撕拉它 不要这样 是这样左右的轻轻的这样 摇一会儿,别着急 这是一个慢活 对,我们就这样左右的摇一摇 这样感觉一下它这个连接点在什么位置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下茧子 咔嚓,一茧子就解决了 然后我们用这个茧子之前一定要杀毒啊 就是杀菌 可以煮一下 或者用那个大火机烧一下什么的都可以 别着急啊 这样呢,我们经过这样反复几次的摇晃以后呢 这个连接点 这个老头和这个苗的连接点就已经松了 这样我们呢 就是把这,用这个手啊 稍微撑开一点 撑开一点 不用离气过大 能把这个茧子下里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下茧子 一茧子就搞定它 OK了 这样我们就已经把它分离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呢 就是给它涂一下这个杀菌药 还是我上次讲过的那个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在这两边都给它涂 点涂一下 把这个伤口给它点涂一下就OK了 然后我们近几天呢 就不要给它浇水 我最开始的讲 就是在分盆之前啊 我们可以分盆 就是这样切袋的时候 前一天给它浇一次水 然后这样我们基本上 这样大的盆子 我们四五天五六天都不用浇水呢 它自己这个伤口自然就好了 这样切完以后啊 这个老苗 最多一个月就会出新芽子 我这个铺面啊 这个种的 你看这个兰花种的久了 它就变成平盆了 其实我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堆一个小馒头 这个质料慢慢就沉下去了 关于这个伤口的护理啊 我上个视频有讲过 我们不一定非得要买这个 自己用一点蜡封一下也可以 然后就跟男士抽烟啊什么的 就是在上个视频里 你可以找一下看一下 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